从一大爆炸不炸不知道 看古装戏观众们最爱看的就是男女主角幸福的在一起 而洞房花竹叶就成了最让人期待的 最近几部热播剧不约而同的上演了洞房戏 可这洞房花竹叶拍的却是满满的套路 下面就跟小编一起去看看这些传戏都遭遇了哪些障碍吧 本期导师杨幂被推倒绣花鞋抢劲 赵又廷台词太肉麻传戏被删 广平王秒变纯情boy甜蜜开撩与景田热闻就算圆房 钟翰良大展情话公事深情一吻狂虐单身狗 陈小化身大道总裁公主抱赵丽颖老公立麦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终于进行到了观众最期待的部分 白浅和叶华宣布拜堂成亲 虽然一切从简不过穿着一袭大红嫁衣的杨幂还是让人惊艳不止 叶华缓缓揭开素素的盖头 用手指托着素素的下巴两人情不自禁的开始热吻 在温柔的音乐声中叶华一脸认真的对素素说 我绝不负你 然后就将一脸焦修的素素推倒在床上 看到这里观众们显然都已经进入脸红心跳的状态 镜头却直接切换到床前的一双绣花鞋 只见素素的薄纱衣轻轻飘落在绣花鞋上 俩人就这么羞羞的成亲了 之后赵又廷还自曝本来拍摄的时候 俩人还有很多吻戏和滚床单的戏份 但是因为台词太肉麻自己说不出口 所以这些片段都被导演给删了 惹得网友纷纷勾呼 好可惜 三生三世洞房了 隔壁的大唐荣耀也深同步的在第16集 迎来了传说中的原房戏 相比超会撩的老司机赵又廷 纯情抱爱广平王和大甜甜 在茅草屋里的这段戏码 真心是酥得更上了一层楼 珍珠终于说出广平王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恩人之后 广平王激动的当场傻掉 一连我不是在做梦吧的表情 愣了足足几秒钟之后才反应过来 惊喜的捧起了珍珠的脸 甜蜜的吻了上去 先是轻轻一啄退回来 深情对望 然后再吻上去 俩人热吻的时候 紧接着镜头就切换到了一旁的油灯 再下一个镜头就已经到了第二天天亮了 一头雾水的观众纷纷追问 这到底是圆房了还是没圆啊 越了我15集就给我看这个 导演你出来走两步 我们谈谈什么叫圆房 打住打住 好我们就这么地球了 决议词官归隐的楚北杰 特意请亲王下旨为他和白婷婷赐婚 再次上演截屏式虐狗 在观众的千呼万唤之中 身穿婚服的杰平夫妇 在竹林小屋浪漫举办田园婚礼 打婚当天 二人盛装打扮 美酷了各路网友 楚北杰与白婷婷时而深情对视 时而情话连绵 楚北杰用雌性的嗓音对婷婷说 小时候第一次遇见你 我就知道我这辈子要娶的人就是你 令人招架不住的天瞬间 虐倒了一众单身狗 经过几次煽动缠绵 不少观众都无比期待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激情戏 然而二人却用深情一吻 将这段唯美动人的爱情升华 只见楚北杰倾扯着拼停的脸颊 轻轻吻了上去 镜头就切换到了床帘 剩下的你们就自己想象吧 皇上赐婚送入洞房后 高瞻迫不及待的接下陆真的盖头 还把姑姑赶走了 深情的向陆真许诺将来 一定要给他一个最盛大最热烈的婚礼 陆真就娇羞的回应 但凭夫君做主 结果就这一句话惹得高瞻 立刻就嗨了 满心欢喜的将陆真大横抱起 嘴里还说着 你是我们大旗的大财神 这笔声音要越早做越好 抱走之后 镜头就立刻一转 变成了墙上那幅喜字的大特写 搞得网友们知乎不过瘾 我现在在镇上面 我在那个找了一个咖啡厅 我一会儿 那你最近又变帅了吗 变帅了 还蛮帅的 变帅了 那不行不行不能见你 我怕你见得那么帅 我见到你会喜欢上你 先生 先生我 我跟你说 先生 我是丽影 对 他跟我在一块儿 真的是有正经事要跟你说 说啥 综艺道爆炸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再见吧